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早就告诉你 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的女人 还有我的地皮 结果还不知道呢 萧总这么说 怕是会落个自打嘴巴 一样的狼狈 所谓是在人为 生意场上见真章 只会刷嘴皮子 有什么用 咱们不急 咱们不急 开卖会场上 逼得是财力和实力 又不是入场顺序 咱们不是来静止我的 乔总请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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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才能够看到他 我的居民好像不有 need to Brothers 我一个人在家 肯定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什么事都做不了 你就别走 不走不行了 我跳都买好了 你要有什么事 就找月 月会照顾你吧 行了 别矫情了 放干什么去 我给你准备的食谱 你都带了吗 一定要按照食谱上的吃 一餐也不能少 知道吗 如果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记得吃药 别硬挺着 要有事情 就第一时间拿电话打给我 对了 我跟你要住的那个地方的老板 打不招呼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直接去找他 千万别客气 谁交亲了 你看你 送他跟送诈似的 倒是我 孕妇那么娇弱 你也不知道心疼心疼 好了 你们两个好好保护精神血 不要走了 下面进行拍卖的 是城北新区 2012 TP06地块 楼面地价2690元每平方米 用地面积 11328.55平方米 我走了 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 拜 我们的起拍价是8000万元 加加价幅度1000万元 或1000万元的整数倍 8000万 请问有人出价8000万吗 谢谢99号 99号出价9000万 请问有人出价1亿吗 谢谢76号出价1亿 1亿1000万 1亿2000万 1亿3000万 2亿 谢谢18号 18号出价2亿 请问有人出价2亿1000万吗 2亿5000万 谢谢64号先生 出价2亿5000万 请问有人出价2亿6000万吗 谢谢30号先生 2亿6000万 3个亿 谢谢64号先生 64号先生直接加价4000万 现在厂商最高赢价是3亿 那小子还是33亿的 3亿1000万 这么大的屋子 先去睡觉 我们娘了 宝宝乖 别怕 妈妈会保护你的 要不然 我们让苏干妈 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好不好嘛 什么 苏东二你没事吧 自从刘琳说要去旅行开始 你就不正常 刚才还跟她叙叙道 说了一大堆 你可不是婆妈的人 快说 出什么事了 刘琳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刘琳 她都未癌了 什么 未癌 三亿四千万 三亿五千万 三亿六千万 三亿七千万 没听错 而且是晚七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真笨 天天跟她住在一起 都没有发现 前两天她说她胃疼 后来又说没事了 我 我还以为她不小心 怀上了呢 我怎么什么都没察觉出来啊 我真笨 我太笨了 我怎么能这么笨啊 小鸡仔 你也别太自责了 她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不想让我们担心 否则也不会让妈妈出国旅行 任同和陆希诺分手了 你的意思是说 她还爱着陆希诺 那天太可怜了 我们刚才就不该让她走 我早就劝过了 可她不听啊 你还不知道她呀 一旦做出什么决定 谁都拦不住 我们拦不住 有个人一定行 四个一 哥 差不多了 咱们别再往上加价 再加 就超出底线了 你千万别冲动啊 六十四号 司议员 第一次 六十四号 司议员 第二次 我离开上海 现在正在去高铁路了 你赶紧去除了 你就 六十四号 司议员 第三次 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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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后面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过得好简单 若我有天不见了 或许你会比较快乐 也不愿看你能割舍 若我有天不再问 请你原谅我的困扰 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 只是我没服气药 就算是完美 怎么牵托都不对 不忍贪你那么辛苦 我所能为你做的 只有默默地注意幸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后面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心里不会有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遗憾 快快快乐冷冷的 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快快乐冷的 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谢谢萧总给的机会 机会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使你自己把握住了 谢谢萧总夸奖 我以后一定尽全力 为公司做事 回报萧总的提前 你这样说我就安心了 因为打击露西诺 是我的第一步 我要他一无所有 看他还能有什么心思 跟我抢林林 陈锋 你帮我好好想一想 看我下一步该怎么 做 萧总 你是什么意思 你对陆氏地产最了解 你知道它最薄弱之处 在哪里 所以你肯定知道 从哪里下手 才能够彻底的搞垮 彻底搞垮 陆氏地产 西诺 你坐下 我有话要问你 妈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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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西诺 我真不明白了 今天发生什么天大的事了 在拍卖会上 你居然用六个夜拍下护六那块地 然后就不见人影了 你一向做事都很谨慎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流氓 到底怎么了 代理这个牌子的总裁 昨天下午我们还在一起喝茶呢 限量款几时到货 我心里还不清楚 妈 难得给您送个礼物 这是我一片孝心 您就收下吧 好了好了 只要你心里有数 妈妈就不追究 不过 今天拍卖会上的竞标价格 的确超过了公司的预估 我怕公司资金周短有问题 这您放心吧 护六板块只要进入正常的开发 它的收益会远远超出咱们的预期 这我有信心 喂 郁董事长 我问你啊 露西诺这个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护六这块根本就没有他评估的那些效应 怎么能这么莽撞的就出六个拍下来 这对公司是一场灾难 大灾难的 喂 喂 大灾难的 再有信心 不信心 不信心 刚arily的人 我爱得了 好 致下 请不吝 你记不记得 那天咱们在酒吧喝酒 玉米来过吗 玉米 哦 想起来了 本来咱们俩那天 咱们不醉不归的 可是它莫名其妙就出现了 非要让我去打车 说把咱俩送一下 喂 玉米 进来一下 哦 好 星哥哥 找我什么事啊 那我地方看一下 很吃惊是吗 你以为把相片从我的手机里删除了 我就看不到了 你忘了我的手机是跟电脑绑定在一起的 所有信息都会自动上传 玉米 真的是你唱我喝醉酒的时候拍了这些相片 然后传给刘琳的吗 是 是我拍完照片传给刘琳的 我就是想要刺激她 我就是想要刺激她 我要逼她离开你 好 那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之间的兄妹情谊 也到此回去 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兄妹情 我爱你 我爱你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爱你 我一点我都不想当你的妹妹 是你逼我的 玉米 我跟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知道吗 在我记忆里 在我的心里 你永远就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姑娘 你永远都是笑着叫我新诺哥 今天是你亲手把我所有美好的记忆都撕碎了 既然你不顾我们之间的情谊 那我也不长求 我们之间做不了兄妹 也不会是朋友 我会给你们母女一笔钱 你去领我身躁去 我对你父亲的愧疚 我能做的我都做的 不管你觉得够不够 我亲你了 你以为我是乞丐吗 你把自己也失守我一点 那还能把我打完掉吗 那我就会做起对你的感情呢 你心里从来没有过我 你心里从来没有过我 你为了我都觉得 遭到我的自尊 遭到我的恨心啊 没有人践踏你的自尊 是你自己践踏了你自己的自尊 我告诉过你 我爱的不是你 我爱的是琉璃 我讨厌琉璃 我告诉你我讨厌琉璃 你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什么叫做爱情 是 我是不懂 我是不懂什么是爱情 我爱了你那么多年 我真的我也没有想到我爱情 我都不知道 什么是君君的爱情啊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君君的爱情啊 这花花很漂亮吧 很漂亮 这花花的所有工作大概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了 你有什么不明白 随时问我就好了 谢谢你叶子姐 让我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工作 哪里 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为这些花花草草浇水 不晓得她们有多开心呢 你在这里随便走走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好 那么 那 来 什么 什么 他已经跟玉敏在一起了 我就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苏大腕 我这心跳跳得可快了 不是永远出什么事了吧 呸呸呸呸 你就不能讲点好的呀 是是是 刘大卷福大命大 吉人自有天下 可是他一走了 手机也关了 一点音讯都没有 能不让人担心吗 快看快看 什么 iPad有什么可看的 刘大气发视频了 苏大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肯定跟杨阳在一起吧 放心吧 你们 我在这儿都安顿好了 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小屋 看一下 看看这边 再来这边看一看 羡慕吧 我让你们看看风景 到外面可以看一看 看看我们这儿的花好看吗 领色还不错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看看这是谁 这是我的叶子姐 叶子姐跟我们可能打招呼 你们好 我现在在叶子姐的花房打勾 您放心吧 好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每天有时间再跟你聊 拜拜 友人看起来状态挺不错的 至少是觉得开心的 我们要不要 把这个转给陆西诺 陆西诺那天没有拦住琉璃 就让她在那边多待几天吧 我突然好难过 觉得陆西诺好无辜 琉璃好可怜 我们怎么连一点忙都帮不上 你个小孕妇 就知道多愁善感 我都已经想好了 这几天咱们先顺着她 她想干嘛就干嘛 之后我们俩就得联手了 逼她做治疗 做瑜伽 做运动 总之让她把身体变得棒棒的 然后好好跟体内的坏细胞打一仗 而且只能赢 不能输 好了 回家了 没事了 医生说你还得好好地休息 床单为什么换了 好了 你舒服一点 我把家里好好地打扫一下 怎么 你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雪儿 你答应我 这次回来别闹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舒风 我现在特别没有安全胆 我控制不了自己乱想 你能包容我的对不对 好 我当然能包容了 不过你也尽量克制一下吧 林安 我已经把玉敏送出国了 如果你是因为那张我跟玉敏脸贴脸的照片 有选择躲我的话 那你还是跟我见一面吧 让我亲自跟你解释 我保证那真的只是场误会而已 林安 我正式地通知你 我觉得让你甩了我 我想你现在应该特后悔 没关系的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过去的一切 我保证既往不咎 你也别不好意思了 你在哪呀 你快告诉我 我去接你 直接发露我解释 是不是太热情了 是不是吓到她 还是她本心好了 刘宁 真的决心拒绝我 那就勇敢地面对我 回来吧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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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 什么原因 什么理由也没说 还有 陆总 时间差不多了 董事们都等着呢 你看 行 你先过去吧 我随后到 好 小总 还记得您上次接受我们杂志采访的时候 详细地分析了 户六地块的前景价值 和贵公司对它未来的规划 可以说信心满满 对 没错 那么我想请问您 对这次拍卖会失利是怎么看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 是我当初对户六地块的评估过于乐观 以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状态来推断 股灾 欧战 都将影响部分投资者的信心 保守审慎的投资开发 将会是未来几年内 龙泉地产的发展方向 所以这么说来 贵公司这次的失利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算是因祸得福 对 我不明白 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公司账面上的流动资金 即银行可以兑换的金额差距 怎么这么大 就是 这根本超出了公司的融资能力 怎么能在屏幕上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 首先 不要向各位董事 还有董事长 说声抱歉 在这次的拍卖会上 我的确是判断错误 在拍卖价格上 出现了误差 对于这个错误和责任 我一定不会推险 我会一律承担 说得轻松 这种致命的错误 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你怎么承担呢 花园三期已经进入了开发阶段 二期的资金也正在回收了 还有咱们无锡关海城的成功 也带动了上海外围市场的发展 除此之外 我也会尽快开发其他项目 来弥补 咱们在互流板块上的损失 没错 各位董事 我也请你们放心 我近期呢 会停留在上海 参与新计划的前期工作 我有信心 咱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损失通通弥补回来 让陆市地产 重返地产业的龙头 哼 尽快是多快 一个月 一年 花眼巧语 你们看看这些资料 这是最新收集的数据 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是十年也补不回来的 其实人们这么大点 那么多钱 全白费 白费的话 这钱都是不来的 不闹 这钱是不好了 这钱就这样就白费了 这钱呢 谁来负 这从内有人站出来负责了 这就是无负责人 是啊 无闹 这事 太负责了 这事 是 那些负责 这个事 二岸 二岸 四岸 喂 喂 是刘小姐吗 喂 请问是刘云小姐吗 能听到吗 这里是一人医院的肿瘤科 您已经过了不准的一天 给您尽快到医院 进入治疗好吗 喂 喂刘小姐 刘小姐 您在听话 刘小姐 喂 真的很抱歉 请走了 我会尽快处理的 请你放心 谢谢 喂 沙总 那些资料你都看过了 是是是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 我会尽力寻求解决的办法 请你放心好 放心 怎么放心的 我们已经决定撤回 投给你们公司的资金 合作案也立即终止 沙总 喂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三天了 公司的股价联系跌了三天 你总该有些措施吧 你这么无能力解决是无能之急 于总 我正在尽力寻求补救的办法 请您再给我点时间 补救 你要怎么补救 现在的情况越演越糟 你再也想不出办法 别怪我们 逼你推起来 会的 我们会负责到你的 是 正在处理 正在处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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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太险了 太险了 哥 陈鹏 陈鹏 陈鹏这孙子去龙泉地产当副总 去了 你说什么 哥 我不相信这是巧合 肯定是他害了咱们 肯定是他把咱们坑了 怎么 怎么可能啊 原来 龙泉地产 萧财 陈鹏 原来胡六八怪 是他们联合设下的圈套 卑鄙 太卑鄙 卑鄙无耻 太卑鄙无耻 哥 哥 哥你怎么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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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哥 那什么情况 陆总只是脾涛过度 张一天没吃东西了 血糖过滴才会晕倒的 哦 谷总 我知道你们公司最近出现非常实习 事情也特别多 但是有一个叫刘灵的员工 他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转告他 一定要尽快过来接受抗癌治疗 你说什么 不是 抗 抗 抗疼 刘灵 医生 你确定你没记错名了吗 没错 他的病情很特殊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医生 你再说一次 抗癌治疗 他得什么病吧 陆总 你不知道吗 他得的是晚期胃癌 什么 胃 胃 胃 哥 我上来就救他 陆总 哥 哥 开我的车 其实他不想让你知道 但现在也瞒不住了 我把地址给你 如果你能束缚他回来治疗的话 也许还有希望 一切都交给你了 李 你怎么能这样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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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身边 就知道 你怎么会这样 你们身边 你们身边 没法 有 Estamos 你身边 没法 我们身边 有 我们身边 你们身边